你们所说的俄罗斯某地区和什么污染 核辐射 这个新闻来自美国 路透视 能没有选择吗 假新闻 很荒谬的是 俄罗斯自家媒体塔斯社都有报道 就连中国领事馆也承认了核泄漏的真实性 但国内主播呢 却不止一个在说 这是外媒在招摇 大家好 我是达树 今天啊 我要和大家分享一系列内容 咱们从俄罗斯核泄漏到日本核飞水 内容呢 一如既往的精彩 所以也请大家看到最后分享出去 你们所说的俄罗斯某地区和什么污染 核辐射了 我告诉你们 我今天和昨天我在直播间也给你们讲了 今天我证实了 这个新闻来自美国 路透视 能没有选择吗 假新闻 在制造我们跟俄罗斯 包括俄罗斯国内恐慌 那刚才啊 各位看到的这位大哥呢 就是上次诅咒日本的那位 这次呢 又来骗国人了 而且很荒谬的是 俄罗斯自家媒体塔斯社都有报道 就连中国领事馆也承认了核泄漏的真实性 但国内主播呢 却不止一个在说 这是外媒在招摇 真的是有种有福同享的感觉 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有群抹粉把《莫斯科时报》报道称 该地的辐射值超出正常的1600倍的报道 达成了谣言 相反啊 却拿日本福岛和谐漏 做起了文章 日本的核污水呢 要到中国了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一股 日本核污水将于本月20号到达浙江 25号到达上海 并一路北上蔓延到山东 辽宁等沿海省份 那么以后我们的海鲜还能吃吗 我们的海域还安全吗 我们的健康谁来负责呢 日本排放的核污水 还有60多种放射性元素 很多呢 还是一级的致癌物 日本政府啊 真是拿全人类的健康开玩笑啊 是让全球物种都为他们的过错买单呢 在未来呢 我们可能要生活在核污染的阴影之下了 短期之内呢 无论是深海还是近海的海鲜 都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影响 长期来看 放射性同位素是发挥性的物质 它们呢 不仅污染海洋 还可能呢 会存在于呢 土壤空气当中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食品 护肤品还是衣物等日常用品 都可能会受到核污染的影响 核污水别再污染海洋了 也别再危害人类的健康了 更别污染全世界意外生态物种了 明明是同一套标准 但却只用在了日本人身上 若日本的核废水会流到中国境内 难道俄罗斯和中国就一将之隔 俄罗斯核辐射就不会流到中国境内吗 事实上啊 俄罗斯核泄漏的消息啊 是从网上传出的一段视频开始的 这段视频显示啊 一名戴着核防护面罩的男子 手拿测试仪走过一个垃圾堆时 一气的指针突然飙升 屏幕上显示 最高可见的毒数为5.99微西夫 而这个数字已经可以使人患癌了 更为惊悚的是 视频中那个人说实测的最高值是20微西夫 所以该消息啊迅速引起世界的关注 随后啊 俄罗斯就宣布了自己进入了紧急状态 但实际上呢 俄罗斯核泄漏啊 是三月底的事情 要不是这件事啊 捂不住了 俄罗斯啊 根本就不会官宣自己进入紧急状态 那要进入紧急状态 说明这个事啊 它已经有一定的严重性了 而我们知道这事的时候啊 已经是4月6号左右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放射性物质 已经辐射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但是具体这个放射源 在此地滞留了多久 我们都不清楚 所以啊 俄罗斯的官方解释和行为 就和人们的正常逻辑常识 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当然人们就会去质疑它 另外啊 我们看中国驻哈巴罗斯克 总领事馆的公告称啊 4月9日 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啊 宣布自10日起 解除因发现放射性污染源 而引起的紧急状态 该放射源为一个工业碳商以上的 射137胶囊 此事件未对居民健康 和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目前哈巴罗夫斯克市 生活秩序已经恢复正常 2023年 澳洲掉了一个药丸大小的放射性胶囊 别看是药丸大小啊 但是为了找到它 澳洲政府竟在1400公里的公路上寻找 而这个东西就是射137胶囊 人接触到它 不单会导致严重烧伤 并且使人暴露在相当于每小时10次X射线的辐射下 而且还会出现呕吐 头晕甚至死亡 而且啊 这个东西啊 具有很强的水溶性 它会随着水流传播很远 它的半衰期 差不多要30年 也就是说啊 这东西不管它多大啊 就放在那里不动 它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而且啊 俄罗斯公布的是啊 他们在居民楼约2.5公里的一座书店塔附近 发现了超出正常水平的辐射值 可是这个射137胶囊 它是怎么掉在那里的 在那里掉了多久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出现在那里 这些细节它都没有公布 所以你不公布 你就不能怪外界质疑你 而魔供也跟着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这事啊 就更让人说不过去了 因为这个射137胶囊 它的出现和危害性 要远远超出日本的核废水的问题 而且我们看到 中国互联网 全是跟着俄罗斯一起粉饰太平的 甚至呢 还不忘拿日本的核废水事件 开始做文章 这就让人无法理解了 据说日本呢 近日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天空发出奇怪的声音 闪电和雷声呼吓而过 这一天瞬间变成了可怕的末日景象 紧随其后的是山体滑坡 以及瞬间卷走大量房屋和建筑物的海啸 无数的日本人被洪水冲走了 然而当地渔民仍然一无所知 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天气变化 然而大海中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海岸上的渔船 汹涌的洪水迅速席卷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日本居民的砖瓦房屋直接被洪水给冲走了 许多汽车和房屋在水中受损 居民的活动板房 砖混房屋被冲成了废墟 成千上万的居民挤在山上 惊恐地看着洪水避进他们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一百米高的建筑物漂浮在洪水中 人们不断死于灾难 面对自然灾害 日本就像一只等待被屠杀的羔羊 对此来自世界各地的网民表示 日本因为做了太多的坏事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于乱排核污水的行为 他们无法获得公众的原谅 希望日本早日消失 还我们的海洋 在这方面你支持日本秘王吗 那么这帮人已经神魂颠倒了 其实日本核废水到底有没有影响到中国 是真是假 拿个仪器你去江边测试一下 你就知道了 但是日本的核废水 到底多久会进入到中国海域 这个你也得有个期限对吗 别天天拿这类视频做文章 但你的辐射值都在安全数值内 那你再拿日本核废水做文章 说影响到了中国 你这不就是故意的吗 反之俄罗斯核泄漏 有没有影响到中国 日后自然有人去证实 当然没有影响 这是最好的 那现在呢 有一个叫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号 每天呢 都有在黑龙江的家牧师进行测试 目前呢 他说这个数值还处在安全之内 当然呢 还有黑龙江的人啊 在江边进行这样的测试 大家好我是丹尹 这是乌苏里江 乌苏里江对面就是俄罗斯 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现在网传呢 说俄罗斯那边呢 有核辐射 我们就在俄罗斯边境 和俄罗斯一江之隔 乌苏里江 现在我就检测一下 那这里呢 到底有没有核辐射 大家看啊 菜0.01 我一会儿再给大家换一个位置啊 大家看啊 这是饶河岛 对面呢 就是俄罗斯 这是乌苏里江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里检测的核辐射 看看 0.0 所以呢 网传的所谓的核辐射 在我们这个地方 根本就不存在 请大家放心呢 欢迎你们到我们饶河 来旅游度假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他仪器上的日期 是对不上的 所以连日期都不对 你怎么能不怪人质疑你呢 所以啊 如果黑龙江的朋友啊 你们要是觉得很不安全的话 最好买个仪器 自己到江边进行一下测试 这个是最为稳妥的 南江这水没法喝的啊 我上这来打水干的 排多少人 都会打 conteúdo 最后和我 restore 这小遥肯步 快看 未至于以更少主观的 我 몸风呀 快看 那小遥肯步